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狂追猛打 请鼓励司机服务好些 有礼貌些 又口碑好些 车厢干净些 又细腻些 客人上车坐都坐得舒服些 找call for van call车 全程真人客服 助理舒适出行 安心又放心 立刻scan qr code download app lockdown 或者打2774-4444 call for van 2774-4444 叫车吧 好 是不是可以了 好了 call for van 2774-4444 大家可以scan 後面有个黄色的qr code call车追星移民 即是Jordan 不要打算混屍體 混屍體不行的 那個真的要棺材車 真的不像大陸的女友 上個星期都說過 好了 第三節的 秘利曼寶 那 的士商會 就撐規管網約車平台 OK 他不點名 Uber 希望他 改邪歸正 這樣說 改邪歸正 你用什麼意思呢 你用什麼說法 沒有所謂的 OK 好了 政府 似乎 都一定會出一個 給這些網約車的平台 那 現在似乎 政府為了平衡 這班的士 小巴商會的聲音 可能 他們 會提供一些合適的牌照 給那些司機 但可能要他們 考牌 或者買保險 第三保 這裡有另外一件事去研究 那就變成商用車了 好 好了 那麼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 啊 你現在這樣去規管 那 你估計現在是科技 或者我們不用科技 或者那些網約車 是吧 其實的士尼都是這樣的 認識了客人之後 給他一個電話 就像馬來西亞的Grab 那你就直接找我 我又算你便宜一點 是吧 又收現金 又行不行呢 那 他們又認為 的士 作為點對點的交通工具 收費應該要達到 一些突然的水平 才能幫到市民 例如 他們舉例 商會說 他說的士服務隊長 應該是急切點對點的 不是讓你三個學生坐起來 就搭一架的士上學了 不是讓你這樣用的 嘩 原來 你怎麼搭的士都這樣 老實講 可以嗎 可以嗎 你要加價 其實我們的士很多年 我們是怎樣搭呢 除了剛才說的學生 不是學生 他亦都很樂意 的士司機 三幾個人 甚至乎約定的士老 一日 譬如我們住 天水圍 我要出南昌 嗯 於是乎 大家去share 的士那個 fair 那個費用 OK 那可能有兩個 在不知哪裏 兩個在哪裏 喂 原來現在才知道 的士不能是這樣用的 那麼高級的 不如 可以怎樣用呢 是吧 喂 你要加價 就加價 其實現在的士 你問我 真的無謂說這麼多 我都不覺得它貴 嗯 因為對比 即是在外國來說 就算加到現在 都不是貴的 嗯 喂 但是 你說的士 原來這麼麻煩呀 喂 那我 你不如出個 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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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的士我用來怎樣用 我才搭的士 我幾個學生 都說不能想 不行 不是吧 OK 他說 像小巴一樣 爆棚錯不到 他不是幾個人 同一條路 五個人搭的士 最便宜的專線 於是乎 這樣是合理 其實沒事的 這個世界上 沒有說合不合理的 你去到武海 那些人不能回答 那你就自然不會加的 現在你是在關心什麼 你是在關心 你有沒有 你的牌加 我也是這樣說 你說這麼多 你不如 是吧 真是 切切實實 搞好經濟 去好 那些人有錢 就可以了 喂 走了成百萬人 說來講這個 走了成百萬人 現在引入來的人 是不是香港住也成問題 那你的士 自然當然是 少了客 少了客 於是你叫別的客 給多些 去當民調數 對一些客延貴 就不能回答 那你就更加少了 夠夠 好了 這個真是好笑 由國家鎮送一對大 熊貓手後底說 加上 盈盈盈盈盈盈 生了龍鳳胎 香港莊有六隻大熊貓 盈盈盈盈盈盈 是什麼來的 熊貓 是哪個熊貓 香港的 是呀 本來他們香港不是死了 那為什麼要送兩隻熊貓 就是熊貓 就還沒死 還沒死吧 那為什麼他們要送兩隻熊貓 給我們 就是兩隻熊貓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我有一熊熊貓 熊熊貓 熊熊貓生了龍鳳胎 香港有六隻大熊貓 為迎接熊貓越朝 除了他們 我之前死得是安安佳佳 我真的不知道 熊熊貓 那你什麼時候學了熊熊貓 那些名字也有 幾隻都好像有 熊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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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16日出生 是四頭大熊貓之一 熊熊貓 安安佳佳 熊熊貓 熊熊貓 我們本身有四隻 熊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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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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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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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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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展即是非圍 文化遺產 世界遺產我們就知道 非世界遺產 即是非世界遺產 非物質世界遺產 熊貓展以及熊貓致養原體驗計劃 藉著大熊貓希望推動本地的旅遊業發展 根據九龍西區國界協會常務副會長 起營熊貓系列活動的籌備委員會主席 賢小穎介紹 今次的活動籌備半年 籌備半年? 你真是有組織 知道熊貓會來 企圖通過一系列的熊貓和 村港文化的主題活動 將本港的熊貓熱潮 轉為實質的文化、旅遊和經濟收益 尿活動可以吸引 100萬本地市民和遊客參與 老實說 這些也是 古惑仔、古惑妹 香港仔、香港妹 包括我們藍花園 那些動作 老實說 那些人走出來後面有很多人看 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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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左右中間 找一個人舉一支Banner 在上面找人拍照 就以為全都是我們後面一樣 100萬本地市民和遊客參與第一 沒有人去數 OK 還有 是有本地市民 本地市民 但你拿出來 這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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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有100萬人 特首 我相信是超哥 好 他呢 我女人 他不會說 你老母 他不會 如果他不是我 如果我的性格 不是 Mr.In 他叫做炎 炎 炎 我說你何來有100萬 我們 何來 喂 100萬遊客就遊客 本地人 就是本地人 你何來這些數據 你憑什麼覺得吸引到他們 可以生產幾多這樣的經濟效能 喂 我真是直直成拍桌問他 你老母 你辣人殺來的 這些 你搞什麼還要拿公帑 但超哥一定不是這些人 喂 去令到老實說 誰人都埋到身去拿東西 喂 你真是 習主席 你真是找個啤梨 我叫馬見賢 OK 你自己是七名 七起相 七字 你找我就是 那些人連膚險我都不夠膽 你直接打電話上去 不是啊 真的啊 你試試拿這樣的東西出來 不是啊 你就算你搞個熊貓出來 你這裏都像樣子 你拼人好去找個AI 嗯 你真是吹水 你老母 我真的想不信啊 我上個星期說過 你說下來香港 剛剛接了那部書 我老公說香港真的沒什麼訂去 你看完跑馬 喂 我們去到日本都去 喂 明天老婆有什麼地方去啊 我這麼送我 看有什麼chip advisor 你老母 話說 我講一講 我昨天呢 我去嚴閉眼 嗯 嚴閉眼眼呢 有一對老夫婦 進來 因為他們原來呢 我當然也知道 可以配眼鏡用什麼 醫療券 是 那我配老闆去 看一看 咦 你不是啤梨光我 我幹什麼 對呀 然後呢 戴債我之木經眼藥水 是 好了 然後那個時光之 很神奇 我狗狗狗他們走了之後 他說你講什麼眼藥水 我就跟他說 他都不知道我這些東西 嗯 他說 這麼神奇 那是很神奇 那你看他 他就看回剛才那個客 少了 七八十歲 少了五十度 右眼 老花 左眼又少了 不知道七十五度還是怎樣 我說 那是木經眼藥水 然後他就叫我今天找他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那件事了 我給他一些資料 好了 喂 他說呢 這次活動有三大重點 第一就是在太空館 外場光雕會演活動 就是這個月的十四號 在尖沙咀舉行啟動禮 一連四晚在太空館外場 投影文創動畫 叫你什麼 投影什麼文創動畫 你有沒有 我們已經看慣功夫 熊貓看了幾集 你那些文創動畫 昂漢漢漢的展影 那些影子 黑色的那些 在大窟窿上 叫你有沒有覺得 有人來看 叫我都說 那些傻子都來看 那些傻子都來看 叫你有沒有 有熊貓 在海洋公園 順便又去海洋公園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集穿 應該好像沒有了 都沒有去過 哎呀 很多雲 黑撲鼠 包圍又卡 那個熊貓 那可能真的會有 是不是這麼多呢 你香港人就更加 你拍了那些 真的不要說我得盡 每次拍到那些景點 很開心 好像今天澳門 你有沒有在全紅錢 被人追到哭 追到廁所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影片 那些傻子 你真的不要說我 我不敢說那些傻子 現在沒有 沒有香港人 澳門人 你一看就是什麼人 人家去廁所 男人都追 追到門口 又想禁進去 嚇到別人的經理人 那些其他運動員 你不要這樣 現在熊貓 他在那邊 躲在那邊哭 人家去廁所 人家去廁所 他說全紅錢不來 你可不可以 來做 搞什麼 動畫 我也覺得 跳水 這樣也可能 更紅 紅貓 好了 未能夠 期間 叫你了 我真的在笑 這個K11秒 小人 的181餐 和187餐廳 即是K11秒小人 181就是181 就是那一堆 他推出這個 紅貓餐 我叫你了 吃什麼 吃紅貓 紅貓 紅貓餐 什麼 有兩樣 第一 就是吃紅貓吃的東西 吃粥嗎 就是吃粥 不是喝那些粥 不是啊 當然 甚至乎 記住 不是我們竹姐咬 咬咬那些 是那些不知道什麼 那些粥 那些粥 是那些粥 對 是那些粥 對 第二 就是吃紅貓 紅貓餐 就是吃紅貓 就是吃紅貓 我叫你老貓 什麼東西是紅貓餐 你不是想著 你老貓是 你那些粥 那些粥 白色 那些 那些什麼 連容包 奶黃包 現在很流行 就是蒸紅貓的 不是 然後在上面填兩個黑色的東西 就是眼睛 在吝啞尾ה 上面吝两个 吝啞尾 吝啞尾 吝啞鸡吵 吝啞尾 儿子 爹爹妳出去吃红猫餐嗎 呀呀呀 金 slightest 吝啞尾 吝啞 zncha 月饼给了我黏紅包 吝啞罵 爹爹 吝啞嘞 吝啞捞我 吝啞叫我红猫餐 妳有沒有搞錯 究竟吃什麼東西,還是馬豆糕? 你老母,是馬豆糕,做了多少黑色的東西? 我一直看來看,我真的想看,熊貓餐有什麼東西吃? 熊貓除了吃粥之外,它不是的,它不止,還有其他東西吃的 吃什麼? 它有肉,熊貓是雜食的,病菇是其中一種雜食的,吃肉的,看看 熊貓吃肉,熊貓很囂張 熊貓是吃粥子的,但它不是一開始就吃素的 因為從它的口腔結構和短短的長度,說明它本來是吃肉的 為什麼會吃肉,吃個分呢? 其實除了說歷史的進程,沒有那麼多肉給它吃 我覺得中國政府那種黑義的,怎麼說呢? 那它就好像比較溫柔一點,和順一點 說歷史的,好嗎?當然不是啦,這些熊貓也一樣會攻擊人 你試試看,鵝龍野生的熊貓也會咬你,吃夠你 熊貓餐,我一定會去的,我看看有什麼東西,這麼高級的餐廳 熊貓餐,你真是睡夠我 好了,另外呢,又有一個,同心熊貓海濱油,非為文化齊體驗 十月,在深水埗舉行,深水埗海濱,即是在哪裏呢? 哦,在長沙灣海濱長郎展現一系列,1.8米高 由玻璃纖維製成的十二款,融合非為文化的同心熊貓 同屆,同屆也會有,咬你了嗎? 唐畫,即是用唐畫畫等等,非為活動 我咬你了嗎?非為文化,我到現在不知道什麼叫非為文化為產 咬你了嗎?夢為文化我也咬你了嗎? 我來看看,好了,這樣也未夠 這些又不知道拿了政府多少錢 喂,又要去追 他說,表里姆會招募二十名,三十五歲以下的香港青年參加五日四夜的熊貓保育之旅 而為了讓參與青年事前對自養工作有基本的認識 機構會和海洋公圈合作,讓參與者出發前去海洋公圈作短期訓練 你找二十個三十五歲以下的香港青年,還要是三十五歲以下,這麼大 去參與為期五日四夜的熊貓保育之旅 對於我們這個熊貓熱潮的所謂,有什麼幫助? 咬你有沒有看下去? 又是,又是,咬你有沒有,是不是獨身訂做給自己 咬你有沒有去燙一下金,或者去玩一下 我很懷疑,只有三十五歲,你說十八歲以下都算數 十六至十八歲,十六至二十一歲的青少年 不想是,三十五歲以下,我真的很危險 是不是獨身訂做給自己,於是去到又可以抱一下熊貓 咬你熊貓仔,我們youtube我也看,是不是這樣? 咬你老母系,一事無成 嘩,你不要什麼都罵,不做就罵,做就罵 喂,不用做我也知道,一定不會知道多少人 咬了一百萬 非法位置野甲,今天開始無需警告,即時執法 沒有這樣的問題,非法位置野甲 非法位置野甲,於是令很多野甲聚在一起,可能會擾亂環境 但無論如何,我們幾天經常見到那些阿叔 去促野甲,扭野甲頸,可能是做那樣的事 扭野甲頸,對 非法位置野甲,今天開始無需警告即時執法 大家自己執生,我就從來不畏的 好,另外,看看照片,photo2 有人呢,鋪了我上網,竟然會有這個 喂,operator,出相,photo2 你真是會覺得呢,這個世界呢,什麼事都有 這個是封數號,訂給我,幫我都看到的 封數號,他訂給你 是的,我都看到的 竟然有人在呢 嘩,骨褲鵬 政府公屋的走廊 看到有人把骨褲鵬 骨褲鵬應該用橙色袋帶著 裡面呢,就是那一袋骨褲 扔在走廊 扔出來的骨褲骨褲 扔出來的骨褲骨褲 是的,回回來 錯骨褲骨褲嗎 首先呢,骨褲裡面那些 是不是先人的骨褲呢 如果能夠有多少呢 就都是合理的 因為你整堆東西,你都不知道 多數都有的,怎麼都有些東西 你畢己學就 那你說,如果 好像我們早一陣子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人追問 就是連醫院那條絲都拿過來找食 你說一個多喪心病狂的國家 才可以去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不是我的國家 那些人 好了,有網民發現 在鴨尼州西村吹水台 有人鋪了這張照片 就是說,竟然在屋邨的走廊 發現一個被為止骨褲鵬 之前已經有一個了 今天,昨天呢 就發現有兩個骨褲袋 批評棄子骨褲的後人 對兩位先人實在不敬不孝 這樣說,OK 他說呢 其中一個呢 更加寫有日期和先人的名字 當然謀言都批評這個 為棄者行為離譜 這樣對先人 也有人認為一家人做到這樣 真是不知一家事 這樣說 但是有網民引述清潔工人說 就已經找到骨褲中和骨褲袋 所屬單位 而且通知屋主 屋主也拿回去 他說屋主拿回來 這樣說 扔出來的動作是真的 你因為有清潔工人看到 可能有名或什麼 或者知道那個先人 就找到那個屋主 屋主這樣你找到我 他說可以可以 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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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扔出來的動作不是假的 那首先呢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是不是嚇鬼 其實呢 你的骨灰鞍 裡面有骨灰 骨灰外面有一個袋子 其實你再用一個袋子 再扔 沒有人理會 那當然 你說會不會有人 你會不會有人 你會不會有人 你會不會有人這樣 這麼老實 那些十方者 都重製製 打開來看一下 這樣就難說 會不會 會不會有些靈異事 那靈異事 那靈異事 未必會 但是呢 你要說這樣 就真的很混蛋 其實各位網友 我講一講 現在那些人 就是 有些人說 拿骨灰回家 就一定不好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如果你不信 尤是可 你信的 就一定不會這樣做 對吧 也會影響你的運勢 好了 那有些先人說 喂 將他灑下海 那我就絕對反對 但是假如你真的要這樣做 無可無不可 先人要這樣說 那你就要給他一個牌位 起碼有一個牌位 那你也是要找師傅 幫忙 將他招在那裏 有一個牌位 錯在那裏 要不然就無主乎雲 說真的 我不是在這裏賣骨灰鵝 你老實說 你怎麼都給一個位害 上位 擺在那裏 有沒有人擺一件事 接著你 有一個牌位 其實那個鵝位 當然 差很遠 當然你說 再生人都沒得吃 但你也不是這麼周圍擺 不是 我先黏著 好 休息一會